《活下去才有希望》这句话 鼓励过许多现在黑暗中无法自拔的人 他们或许曾经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 但仍旧靠着坚强的念头 生生熬了过来 可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 艺人艾成在2022年8月时 坠楼离世 一家人都相当悲痛 日前才来台湾看看艾成 还刚好碰上《大集合》的录像 大地艾祥还在节目中模仿他 没想到22日突然传出噩耗 40岁的艾祥在返回马来西亚后 于20日4点40分猝死 此因医生诊断为心肌梗塞 民事表示 艾成的弟弟遭逢病痛离世 我们深感哀痛 由于艾成的弟弟并非一人 恳请大家给家人们安静的时间空间处理后事 若各界期待表达关怀之意 请默默给予家属支持的力量 仅代表家属感谢大家的关心 据了解 艾祥的家属在脸书贴出复文 文中说道 平安 我们亲爱的艾祥弟兄 在昨天下午3至4点回到天父的怀抱 请在祷告中纪念他的家人 求主亲自安慰 丧家将至丧处设置在云南善堂 星期三晚上举行安慰礼拜 定于星期四9点30分举行盖棺追思礼拜 祈求祷告中纪念 谢谢 亲友贴出艾祥复文 日前王瞳带着已故一人艾成远 从古进来台的家人 正要走进电视台时 被眼间的综艺天王胡瓜一看到 立马邀请艾成一家人直接入境 胡瓜一眼看到酷似艾成的大弟艾祥 坦言第一眼看到时吓坏了 胡瓜看着他哼两句艾成生前 在节目最后一次录像唱的歌 在完全没有彩排情况下 艾祥一被cue就突然唱跳起来 相似程度简直是艾成突然出现了 让全场惊呼连连 胡瓜当时受访时提到 看到王瞳跟他们家人相处如此亲密 想逗大家笑一笑 看到王瞳现在过得很好 也放心许多 胡瓜提到 艾成常常在挑战结束 自己突然会唱歌 刚刚我还特别tue他弟弟再唱一次 也是这个用意 除了带来欢笑之外 也让大家再次回忆艾成 艾成了结自己的生命 其实不是突然的想不开 是因为他长期所遭到的精神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再加上受到瘟疫的影响 他的四家餐厅接连遭到巨额的亏损 这是压倒他的最终原因 妻子王瞳表示 他在六年前其实就已经看过心理医生 并且有过一段时间的抑郁情况 所以他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 不是那么简单 另外 翻看艾成个人账号的最后发文 他用爱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来形容自己的生活 在他了结自己的生命前的五天 他在直播间里面 是这样子说的 我不要了 我要过新的生活 我要重新开始 据粉丝们透露 当时的艾成就感觉 情绪不太稳定 似乎内心里有对生活感觉到厌倦的意思 教会的友人也透露 艾成在离世前的四天时间里 他表示自己总是睡不着 他也曾对妻子王瞳说过 请他在自己睡着了之后再睡觉 不然害怕自己哪天一觉看不到对方了 希望对方多看自己几眼 巨大的精神压力 再加上亏损五百多万的事实 生活的各种压力 导致了艾成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艾成身亡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因为他家就在地铁站上面 相关人士表示 当地部门有责任向艾成索赔 金额在五万台币左右 不过 艾成妻子及家人暂时没有回应此事 也没有部门向他们索赔 希望家人先平定心情 完成艾成的丧礼 艾成身亡后 小区居民大受影响 有目击者受到惊吓头晕 担心他们会走霉运 装修工人觉得没有招魂怨气重 所以都不敢接活 导致无人前来修缮被砸坏的护栏和地砖 住户要求进行招魂仪式 费用由死者家属承担 艾成所属的经纪公司 在19日与小区物业谈好 赔偿和法会事宜 但隔天经纪公司又说一双的友人 才是代言人 全盘否认了先前的协议 表示一分钱都不会出 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物业要求家属必须赔偿 及负责法会事宜 否则不准一双搬走 才引发亲友帮忙搬家 但被物业阻拦的风波 双方发生冲突后 经纪公司改口表示 艾成妻子王童及岳父会支付费用 但小区物业对于王童父亲的加入感到不解 担心经纪公司会食言 紧急找了律师求助 据悉 艾成20年演艺生涯非常不易 数年前就患有精神疾病 一度寻死密活被送入医院救治 多亏妻子 王童不离不弃才走出困境 后来妻子出轨 男明星 艾成大度原谅 也在妻子的支持下贷款500万台币 投资饮食生意 但因瘟疫导致五家门店关了四家 近乎血本无归 艾成因为经济压力想不开 没有留下遗产 而且欠着债务 经纪公司表示 王童将承接艾成的债务 未必有能力承担小区物业提出的各项索赔 建议物业还是跟王童的代理人联系 但代理人全盘否决了经纪公司与物业之前谈好的协议 这也导致招魂法会一直没有进行 现在小区物业和住户都很委屈 毕竟大部分人都是花了上千万台币买的房子 未来可是要住一辈子的 如今因为这件事产生阴影 虽然很同情艾成和王童 但无论如何都应该公平处理 传道人照亮上台信息分享 他提到 艾成生前最后一夜 他和老婆有到王童租屋处开导艾成 艾成说想赚大钱 不想王童拍戏这么辛苦 最幸福的事就是娶到王童 王童说 从来没有想让艾成赚大钱 只要艾成陪他聊聊心事 一起逛街 一起浇花就会很幸福 王童请艾成不要有压力 我的房子财产都是属于你的 愿意和艾成一起用心经营婚姻 照亮也提到 艾成给我最后一段话 很感谢牧者养育之恩 成成彤彤才能如此幸福 陪伴艾成身边的人 可以为他作证 艾成没有经济 婚姻压力 而有忧郁症 二姐夫也在马来西帮他接待严 艾成王童十分相爱 九月去马来西亚机票安排好了 艾成是天生开心国 喜剧演员 不是忧郁症轻生 肉体毁坏 灵魂得救 现在跟耶稣在一起好的 不得了 亮哥非常想念你 家教会非常想念 我们把童童照顾好 将来天界见 王童见到有人送给他的婚纱照之后 瞬间大哭了起来 本来在追思会举行之前 他还表示自己一定要笑着送别王夫 但当他看到自己和艾成的结婚照时 不由地触景生情 崩溃激动到气不成声 妻子 王童在追思会的结束之前 上台弹钢琴 并且致辞 在追思会上 王童已经明显哭肿了脸 在台下休息期间 他抱着艾成的妈妈 两个女人就这样子头靠着头落泪不止 亲友们搀扶着王童 据艾成的侄子透露 他们从马来西亚赶到台北之后 就没有看到王童 认真吃过一餐饭 他这几年整个人已经瘦了太多 在艾成的音乐会上 当开始播放他和王童的昔日影片时 王童在台下早就已经泣不成声 紧紧地抱着艾成的母亲 家人和亲友们哭成一团 大家都不舍艾成的离开 毕竟他还有太多的事情 没有来得及做 太年轻了 才四十岁而已 王童看到艾成和他的婚纱照时 更是一度抱着不肯放手 并且期间抽搐地表示 我不能哭 我曾答应他不哭的 在送别艾成灵车 去火葬场的时候 王童坐在王夫的灵车上面 面对着外面亲友们的送别 他抢忍泪水陪伴王夫最后的路程 场面令人无比揪心 亲友表示 本来艾成是想要在今年九月 带着王童回老家马来西亚 补办婚礼和领证的 还计划在九月十号一起 请双方父母过来游玩 夫妻都已经全面计划好了 但奈何如今走到了阴阳相隔的地步 令人悲痛 艾成离世之后 艾成的父母和王童 一起合力处理艾成的身后事 据透露艾成的骨灰 将带到家乡安葬 艾成的父母表示 这样子方便自己家人击败和打理 王童也会跟着家人 一起到家乡处理完一切事项 再回到台北来 亲人的离去 无疑是悲痛的 希望艾成和艾祥的亲人 能够早日走出阴霾 好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